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80年代所谓传统的业续它就是八菜一堂 然后它有四大厨 它有种汤 它有心菜 它有烧菜 它有做汤 石榴番茄就是以石榴种原材料 石榴种微信 石榴种道工 石榴种装盘手法 石榴种颜色组成的 早上八点 玉波和妻子戴霜来到成都天府新区的一家菜市 今晚他们将要招待一位老朋友 四川厨师可以把最普通的原材料做到非常好吃的程度 在瑜伽厨房吃饭是我第一次真正地欣赏了中国演习 我的球眼间 我要拳跨度大一点 英国作家福霞是玉波的老朋友 二十多年前她在成都的美食经历以及她和玉波夫妇的故事 都写进了她的《鱼翅与花椒》一书里 马尔吃一试 你看 知道这是什么 哦 这个是那个 哦 耶稣的小鱼翅 羊姜 羊姜 我的第几本里面我写了《A Miracle Meal》 在玉波的厨房 食材带着窃喜朝着他们未知的方向走去 一颗顶级鲍鱼被放入凉粉 一勺鱼香酱料淋在酥脆的大虾表层 细碎的橡皮被戴上松露的帽子 它就像一个因缘有高潮有低潮 我觉得高点的菜就是很辣很麻的嘛 然后低点就是寒暄味的比较平凡的 这个就是川菜和中规菜最有美丽的地方 我们布施的所有菜都是辣椒 川菜辣椒是很艺术也很科学也很有文化 我一直以来对川菜的文化 对成都有一个很大的憧憬 我们说川菜有24个卫星 这在其他的菜系里面是没有的 我觉得川菜已经具备了它所有应该要有的条件 只差一个临门一角 就是我们用在更国际化更当代的方式去诠释它 我希望让全世界重新认识川菜 我是安泽江振成 不惑之年的江振成出生在中国台湾 成长在法国 20岁便担任了五星级酒店法式餐厅的主厨 17年的法国料理经验 为他赢得了印度洋最伟大的厨师 亚洲十大最佳青年主厨等等美誉 如今他担任颇具盛名的 成都廊桥餐厅的创意及厨艺总监 几个世纪之前 一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廊桥 然后在不久之前 有另外一个意大利人来到廊桥 享有送路之王美誉的本巴纳 是世界上仅有的 68家米其林三星意大利餐厅的创立者 廊桥跟本巴纳的这一次合作 在这个川菜的历史上是可以记上一笔的 可以让大家看看现在的川菜 怎么样跟世界接轨 是完全没有违和感的 在这场即将被载入川菜史册的 川义黑松路宴之前 江振诚决定带本巴纳来到自己的创意工作室 这不仅仅是从地区的新生产品 也会是季节性 另外一个是 这些是昌冬的形式 所有的菜色 基本上都是我跟你师傅 在御林菜市里面讨论出来的 诶,大哥,我得吃四个吧 这个是最普通的二斤条 让你有想做菜的欲望 玉林市场热闹依旧 江振成穿行期间 像过客,也像主人 而今晚的重头戏也即将上演 Kith Kith You are good? Yup 客人已经进来了 开始不要聊天了 好 全神贯注,好不好 所以六分钟他应该要出来 好 不需要叫第二次 照顺序来 十道穿衣结合的全新菜品依次上桌 两位顶级大厨之间的灵感交锋 一个小小的烹饪行为 却折射出身处亚欧大陆两端的人们 共同的生活智慧 保留多少传统 打破多少规矩 这是需要极高功力的人来做的 世界排名靠前的Chef 并不一定都来做传菜 一个很小的一个街上的小吃 他可以用严谨认真的态度研究过之后 给他注入新的价值 桥梁这件事情也正是我正在做的 我希望能够连接亚洲跟欧洲 连接成都跟世界 同样的让四川以外的国际人 能够看到成都的变化 能够看到川材的变化 这是我觉得搭起这一个桥梁最大的目的 这个刀叫大刀 是专门用来切面的 是我的师傅传给我的 比我的岁数还大 所以这把刀走过很多地方 所以桂家元寿和世界上的很多大老西 我都是吃我这个刀做的面 兰桂君是位于成都一家川菜私房菜 玉枝兰的主人 他手上的这把大刀 正是兰桂君的拿手绝活 坐杠大刀金丝面的专用厨具 这个是传统的四川的 坐杠大刀金丝面的主杠 这个干什么剥削 这叫五腿五腿 干得很薄 不然像一根丑子一样石丑一样的剥 我现在才能切成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四 以前的金丝面使用的是毛汤 而现在我用的金丝面上来是高级清汤 而这个汤的灵感来源要在开水杯上 所以把开水杯上的清汤 用后到金丝面料 就是好汤好免 需要好功夫 在我的国家 我是非常流行的 非常有名的烹饪 我正在烹饭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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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烹饭了 这座闻名世界的美食之都却让它早有耳闻 初来乍到岂能错过与川菜大师切磋记忆的机会呢 鸡这样的话 它的肉质和时间都非常好吃 如果是那个鸡的话它的肉质香度不改 兰桂军决定为马尔信带来一道有着百年历史的四川名菜 公保鸡丁 相传啊 公保鸡丁是由清朝四川总督丁宝珍所创 鲜香细嫩 辣而不燥 略带甜酸的味道 是最能体现川菜饮食文化的集大成者 西餐是一个木块 鸡木可以堆定齐来 而中餐是个裁缝 衣服放去分过它 堆的时候也很困难 这些是中餐 鸡皮 竹鸡 这叫老板吃的这种鸡丁 要有焦头 其实工人也告诉我 养为母用 国为金用 拿来为我俗用 也是一种保佑学习 用我们活的思想 才沉淀了今天的传菜 在成都 这座世界美食之都 川菜正是在一位位 独具匠心的厨师努力下 一步步走向国际化的舞台 吸引全球时刻的目光 展现出一菜一格 百菜百味的独特魅力